觀眾朋友 你好 抱歉 上禮拜因為公視轉播 這個世界棒球經典賽 所以拜三拜喜有話好說都停播 今天要說什麼 剛才來說棒球比賽 上禮拜有看棒球比賽的人 可能怎麼看 怎麼看 怎麼看 看到三張總書 所以從上個禮拜開始 陸陸續續有一些聲音在檢討說 怎麼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怎麼會每一次的成績 都不是很理想 中間扯到所謂的棒協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以及職棒 中華職棒之間 那種長期的恩怨情仇 兩大三頭 是不是真的叫做經典內鬥 下半場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是不是真的所謂的棒協跟中職之間的 這種恩怨情仇 導致我們的國球 其實不應該有國球這個概念 然後每個球賽都很重要 可是棒球對臺灣民眾來講 真的是特殊的一個情感在 而使得我們的國球遭到拖累 上半場要談什麼呢 上個禮拜五韓國總統普警惠 遭到韓國憲法法院正式彈劾 而普京惠在離開清瓦臺的時候 撂下一句話 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 這什麼意思 是他被冤枉了嗎 是他是清白的嗎 是憲法法院是透過這種所謂的仲裁 而使得他失去了總統的位置嗎 又或者是說所謂的圖利閨蜜 違法濫權毀憲 這樣的批評是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今天上半場好好來談這樣的一個題目 介紹上半場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知函文化協會的執行長 朱立熙 朱老師 信聰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來看看上週五 韓國憲法法院所做出的判決 使得韓國第一位女總統黯然下臺 南韓憲法法庭十號上午 宣布 罷免法官一致認定 普警惠受惠濫權事實明確 傷害民主與法治精神 裁定去年十二月九號 國會的彈劾案成立 即刻解除普警惠總統職務 普警惠不僅是南韓首位女總統 也是南韓史上首位遭罷免下臺的總統 李政美進一步指出普警惠會對四月號傳難事件的處理明顯危險 雖然時干政風波爆發後 又全盤否認指控 不配合調查 證明沒有守護憲法的誠意 辜負國民的信任 李政美強調 這次判決是捍衛憲法精神 無關乎意識形態 普警惠遭彈劾後 被剝奪總統身份變成平民 在失去刑事或免權後 未來恐怕面臨起訴的命運 根據南韓憲法 必須在六十天內選出新總統 因此南韓可能在五月九號之前舉行第十九屆總統大選 面對社會嚴重分裂 南韓代理總統黃教安 也出面呼籲南韓國民冷靜 不過朱老師 我還記得四五個月前 其實您也在我們這個節目上 剛好那時候閨蜜甘政風暴 爆得很大的時候 四五個月前你就一直不看好普警惠的下場 四個五個 其實他還在拖啦 但是四五個月之後 透過憲法法院 做出來一個判決 說普警惠是違憲違法 濫用總統職權 突立吹順時 這樣的指控罪證確鑿 因此憲法法院一致通過他們叫做罷免 其實用我們的概念應該是彈劾普警惠 你會感到意外嗎 其實真的不意外 我只是覺得他當時的作法給人家感覺是 他在拖時間 拖時間 然後能夠拖 拖到年底 那麼可能就可以再繼續拖到明年二月二十四號 他的任期屆滿 是 當時原來我們預測三種 三種腳本 那三種腳本是提前下臺 或是自行辭職 或什麼 但是我的韓國朋友告訴我可能第四種 就是到最後船過水無痕 那我都安然下臺 但這個情況看來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在於 從十月底開始 到上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的那個燭光晚會 是 燭光示威 年輕人都站出來了 我覺得普及博這次最大的敗筆 他最大的失誤就是 他錯估了民意 完全錯估民意 那麼怎麼怎麼講呢 因為他是活在舊時代的人 一個舊時代的思維 威權的思維 獨裁的思維 在統治民主化時代 那這些民主化時代 就是像我們三一八世代 三一八學運時代 他們是民主化以後才誕生的年輕人 他們根本不吃那一套 你用獨裁的思維 要用獨斷獨行 要來統治我們 對不起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這個燭光晚會 燭光示威晚會 已經是民主化時代 跟我們 我三十年前 剛好今年滿三十年 是 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 石頭跟催淚彈交互打來打去 那種激烈的街頭的戰爭 不一樣 現在民主化時代 是用和平的 寧靜的示威 燭光示威 沒有衝突 沒有暴力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普警惠 如果說用過去他的示威來看的話 他這次是人民政變 人民政變把他推翻 民意 那憲法法庭都不得不接受街頭民意所反映出來 那樣子反普警惠的那種壓力 而做出了罷免的這個判決 是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是被民意的政變 人民的政變所推翻 不過您言下至於說 如果上個禮拜五 韓國憲法法庭沒有做出那樣的一個判決 恐怕韓國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不一定要用悲劇 但是很大很大一個衝撞 對 那麼如果說憲法法庭否決了那個國會的彈劾案 他那個應該他用罷免 他其實只是說追認 追認國會的彈劾案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否決的話 那事情很嚴重 那個街頭的抗爭會升高 是 那麼會一直動盪 動盪不安 一直動盪到年底 那這次很顯然 我覺得普警惠他的思維 他認為說大統領這個位置 是超越憲法 超越法律的 他可以完全不理那個特別檢察官對他的傳喚 然後他不出席 一直到他昨天下午七點鐘搬出青瓦臺的時候 他還是對 還是認為說他是高於 權力高過於憲法 他的位階 所以他可以不必面對那些事情 你在獨裁威權時代 你獨裁你要為所欲為 你當然可以超乎 超乎憲法 但是民主時代不一樣了 而且我覺得這次我覺得坦白講 我覺得我對韓國的年輕人 我非常非常欽佩 他們有這種精神 本來到三一八學運的時候 我認為臺灣的年輕世代 比韓國有希望 因為會選出普警惠 我覺得四年半前要怪年輕世代的人 沒有參與投票 他們逃避 因為對政治的人敢 他們不參與 因為八八世代生活都過不去了 還去搞政治幹嘛 所以他們出國去玩 逃避了 那反而讓老人 五十歲以上老人受惠於他爸爸 經濟發展的成果的受惠的那些人 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幾 那些老人對他爸爸的相仇 懷念他爸爸而選了普警惠 但是並不是因為你普警惠的個人的性格特質 領導特質被選民肯定 而是大家對他爸爸 老人們 對他爸爸的懷念 的相仇 選出了普警惠 不過依照您的說法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很截然的世代的差距 如果說年輕人對於民主 對於自由 對於憲法的認知 已經超越了所謂的舊時代 我換個角度 請教竹哥 那老了一代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到那樣的新聞 是在上個禮拜五 憲法法庭做出判決之後 已經有兩個人 因為這樣子的抗爭而死去 對 會不會一樣會有很多擁戴普警惠的人 認為上週五的憲法法庭判決 是一種政治操作 是不足夠 有足夠證據來做這個判決 我們來看看 上週五韓國憲法法院 為什麼要罷免普警惠 理由是 第一個 洩漏重要的機密文件 給他的閨蜜 吹順時 違反了韓國憲法 違反了韓國的國家公務員法 公職人員道德法 成立 密爾跟Caseport這兩個財團 就是為了幫吹順時追求 吹順時個人的私利 然後呢 普警惠濫用總統職權 而且侵犯到了企業的財產權 跟自主經營 普警惠不斷地做出違憲違法的行為 完全不顧慮到國會還有輿論的指控 反而隱瞞事實 迴避調查 沒有表現將不會再違憲違法的意志 再來說 這些違憲違法的行為呢 已經違反了代議民主制的這個原則 損害掉法治主義的精神 影響惡劣 破壞性大 如果我是普警惠的支持者 我會說 你沒有足夠的證據說 有拿一毛錢到普警惠自己的口袋 他或許也就是任人不清 然後勿交損友 然後呢 用所謂的不是那麼正當的方式 使得吹順時 變成很有錢 使得他女兒可以念很好很好的大學 可是關普警惠這個人有什麼關係呢 他並沒有貪污啊 其實不能排除那些 普警惠故鄉大邱 那些對他始終的支持者 是 韓國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社會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一個非常兩極化的社會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說 普警惠只設下四趴的支持率 是 表示另外九十六趴的人 不相信他 不支持他 民意調查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包括他的故鄉大邱的 死中的人都心裡都開始瓦解 他們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我覺得那些人只是極端 極端的少數 並不表示說 普警惠還有那麼大的支持的力量 但是說 雖然我相信那些已經被收押 或是被檢方調查過的那些傳訊的證人 他們的公辭顯示出普警惠直接指使崔順時去跟他們跟財團要錢 這個證據已經被檢方掌握了 所以這樣講就是說這一次的幾個證據 是可以查證出來 卻有趣的就是一個流露出來的平板電腦 裡面把那個普警惠怎麼樣把清華臺的公文 由他的秘書交給崔順時 崔順時批改過之後再傳回去 那個來回的E-mail的資料都在平板電腦裡面 是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安中犯被收押的那個政務首席秘書官 安中犯的筆記本 那這個人 據悉名儀把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 普警惠交代他做什麼事情 他都據悉名儀記錄下來 很好的證據 是 他很可能當時是為了自保也不一定 檢察官接受這個筆記的這個證據 第三個 鄭浩成就是他的秘書 把訊息傳給 透過E-mail傳給崔順時 去修改公文 他的通聯記錄 也都被檢方所掌握 是 那這一些就證 證明了 是受到普警惠的指使 指示之下 然後才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包括三星給了這個財團十三億多台幣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 公出來是 是 崔順時是受到普警惠的指示 而要他們捐款 是 所以這樣的 我想這樣的 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證據 都已經曝露出來 普警惠涉案頗重 絕對逃不了干系 不過我們必須強調是說 在上週五 韓國憲法法庭做出那個判決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是解除了普警惠的刑事豁明權 也就是說接下來 韓國檢方跟司法 會再對相關的東西在做進行的調查跟究責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也是最關鍵的 在上週五 韓國的憲法法庭所做出來一個判決書 那資料來源是用維基百科 因為維基百科超強的 他在當天就把韓文翻成中文了 然後呢 所謂的起訴方 就是韓國的議會 國家議會去起訴韓國的總統 然後呢 八名法官做出一致判決是什麼呢 立即罷免普警惠 理由是什麼呢 他先談說 是不是有職權干涉公職人員的任免呢 有沒有侵害到公務員制度 韓國憲法法庭的說法是說證據不足 不夠證據 儘管說有一些科長或局長被調動 可是呢 不夠證據構成這個罪名 所以這個部分是無罪的 再來 世界日報的社長被施壓 被解除他的職務呢 這是不是普警惠侵犯了言論自由 憲法法庭說證據也不夠了 所以這兩個 沒有啦 這兩個是無關的 然後四月號非常悲慘的沉船事件 然後呢 普警惠 還好像去電頭張 或是去做什麼 去美容 去打肉毒管菌 是不是違反了生命權保護的義務 這是總統很重要的責任 跟誠實履行總統的權利 這部分呢 憲法法庭說吼 無能啦 或是決策失誤啦 就算有 也不能成為彈劾他的理由 就算他無能 就算他決策失誤 他還是可以順利當總統 所以四月號這件事呢 也無關這次的罷免彈劾 好 那只有一個啦 就是崔順時 普警惠的閨蜜呢 干涉國政 然後普警惠濫用職權 這部分他又洋洋沙沙寫了很多很多 包括把重要的人事資料啦 國務會議資料啦 普警惠當時要去參觀 哪裡啦 都給崔順時看 崔順時看一看 文教還可以直接改 改改 普警惠還會改時間 調整他的一些行政的日程 所以這個是 特別是還成立了兩個財團 包括Caseport 跟剛剛我們談到 那另外一個財團面 然後呢 直接要求這些財團 然後呢 可以不管是從其他的企業獲利 或者是說把利益輸送到崔順時身上 然後呢 還說除了這個呢 還可以拿到這個 Hyundai 跟 Kia 汽車 高達九億多的廣告訂單等等的 在這部分呢 談了很多很多 所謂的普警惠違法濫權的部分 所以做出裁定了 普警惠呢 就是背數人 為了實現崔順時 他的閨蜜追求私利 所以普警惠濫用總統職權 背數人也就是普警惠呢 成立了這兩個財團 直接 或是間接的幫助崔順時 干涉國政 不僅遷犯了企業的財產權 還侵犯企業的自主經營等等的 說未來將會走向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思路 是會正式走向分裂的韓國 還是說接下來選出的總統 恐怕還是會重蹈歷任總統下場 悲慘的這樣子一個命運 普警惠確定遭彈劾下臺後 反對普警惠的民眾高喊勝利 但立挺普警惠的民眾無法接受判決結果 跟警方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混亂中兩名男子鬆衣後宣告不治 另一名男子情緒激動切腹 另外還有多人受傷 南韓線路高度分裂 至於遭罷免的普警惠 昨晚在嚴密的安全戒備下 離開清瓦臺總統府返回住家 普警惠也透過發言人發表公開聲明 對於沒有完成總統任期致歉 並相信真相中將水落石出 普警惠下臺後已經失去刑事豁免權 可能因為被控與閨蜜 吹順時共謀不法 而成為階下囚 布朱老師你一開始說 這是舊時代的這種 遇到新時代的這種衝擊 甚至你談到普警惠是生錯了時代 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他這樣的行為 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在韓國就通通被允許 至少我應該這樣 這麼講 今年是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的三十週年 是 那三十年前的六月抗爭 我們人每天都在現場 那韓國人現在開始有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 其實經過了這三十年 現在才是八七年的體制的開始 那當然這中間經過盧太渝 金永山 金道中 盧武炫 也政黨輪替 但是真正把那個舊時代的那些體制 掃除掉 這一次才算真正開始 八七年體制的開始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年輕人都上街頭 連國中生都上街頭 這很嚴重 為什麼 三個理由 第一個 韓國的SKY三所大學 首爾大 高麗大 嚴肅大 加梨花大學 這四所名門學校 多麼難進去 摧氏子的女兒騎著馬就可以進去 是 不上課還有學分 這第一個 特權入學 臨陷受不了 第二個 四月號傳難 那樣子的冷血 沒有沒有沒有任何的那種 對受難者的關懷 那樣的表現 蒲警惠 第三個是什麼 很嚴重的國編版的 歷史課本 蒲警惠強制要在今年三月 二零一七年的三月 新學年度開始使用的歷史 課本 要用國編版 全世界民主國家 都是用審定版 臺灣以前國立編譯館 國編 現在到審定版 各出版這個編好以後送審 韓國也是民主化以後也是審定版 他要把他收回國編 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修改他爸爸的獨裁的歷史 要美化他爸爸 所以後來韓國人就嘲笑他說 這是你根本替你爸爸禁校道 是 禁校道的教科書 結果韓國全國六千多所高中 只有一所高中 他大邱故鄉的旁邊有一個叫慶山寺 一個私立高中的董事長跟校長決定要接受 要使用 六千多所學校全部人都否決 等於說連國高中都 國高中生都不能接受 你這個收回國編的這個歷史課本 是 那他強制在今年三月開始實行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明年二月才下臺 他希望他任內這個課本就可以普及到全國 結果只有一所學校 很有趣的是三月二號 這個學校開學典禮 新生入學典禮 結果高於新進來的學生拒絕入場 就整個會場是空的椅子 一直在那邊 是 鬧了個大笑話 是 那表示這個課本根本沒有人要用 不過朱老師 我記得您上次也談到說 韓國民族那種恨 恨的那種文化情節 司馬文武之前寫了一篇文章說 韓國那種叫做恨的總和 我不知道那種民族情節 民族情感 跟歷任韓國總統的下場是不是有關聯 不過我們來看看真的當韓國總統 真的下場都很不好 李承晚第一任的總統流亡海外 克死他鄉 普正希就是普警惠 他的父親 遭到慶幸暗殺 全斗煥被判死刑 後來被特赦 盧太渝呢 也是被判十七年徒刑 我們來看看之後的總統 金永山呢 他也是因為他的兒子貪污罪 而被抓去關 盧武炫 這個更慘 這個是自殺 李明博現在還在調查 也是有他的那個家人也涉貪的部分 普警惠這個就是被彈劾下台 談到韓國人的這種恨 你認同是很特殊的一種民族情感 而導致於很特殊的政局發展 我覺得民主化時代 民主化以後出生的世代 已經不再有恨了 而這次的恨的展現 其實是在普警惠本人 是 他那樣子的恨 然後他想要報復 媽媽被暗殺 父親被暗殺 然後他從谷底 從宮廷跌到谷底 然後在十八年的努力 再爬起來 這絕對是恨的動力 但是他得到了權位之後 他就想要抓 想要抓東西 所以這次的恨跟報復的心 他是展現在普警惠 我反而認為 經過五月九號 現在應該是五月九號 確定要改選總統 是 一定政黨輪替 是 那政黨輪替之後 如果是在野黨的人上來的話 那麼很顯然 在野黨會比傳統的保守的執政黨 會來得更尊重民意 那麼他們知道民意 反對黨 因為做反對黨 他們知道怎麼樣來包容 來反應民意 是 這是長期在宮廷裡面的普警惠所不懂 所以我就認為說 如果說未來政黨輪替之後 又得到年輕世代的支持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對韓國的未來 我是蠻樂觀的 而且我覺得說大家是用全民的共識 來推翻一個總統 那麼要政黨輪替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韓國的未來是蠻有希望的 這個是這一次二零一六年的 韓國國會選舉了 普警惠的新世界黨 其實不算是最大黨 然後 已經變成嘲笑也大 對 那現在看起來 大家都認為說文在寅也就是 共同民主黨可能會推出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在上週五憲法法庭罷免 彈劾掉普警惠之後 六十天內一定要選 重新選總統 對 大家都假設應該是民主黨的 文在寅會當選 而文在寅當選之後 您的看法是韓國會進入一個 全新的政治階段 不再停留在過去那種恨的階段 而邁向一個更現代化的民主 應該這樣講 文在寅是 是那個盧武炫總統的秘書出身的 是 一直長期 長期在盧武炫的旁邊 那盧武炫現在被韓國人 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經常跟普正熙兩個人是輪流當第一 所以最受人民所敬仰的總統 所以那個文在寅在盧武炫的身邊 他應該知道說怎麼樣去迎合民意 怎麼樣去反應民意 所以我覺得文在寅當選的話 當然他個人的性格特質 還沒有 因為他只是 他只是做過國會議員 之前做律師 然後做盧武炫的秘書 那他沒有實際的那個 部長級的這個行政經驗 是 跟這個跟普吉尹會一樣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人民會對他充滿期待 但是也因為他民意代表 國會議員出身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對他的期待 認為他應該更能夠包容民意 直接反應民意在他的施政上 是 這是長期韓國的發展 可是在上週五那個判決之後 短期半年一年內 韓國會走向紛擾不堪的政局發展 我認為不會 頂多是那個 到五月九號投票之前 那個在野黨幾個候選人 怎麼樣合眾連橫 那誰讓出來 我覺得很可能排第三 第四的那個李在明跟安息政 可能會加入文在寅 但是文在寅因為四年前 已經跟那個安哲秀 已經決裂了嘛 是 這兩個人再重新整合的可能性 幾乎沒有 是 這是現在在野黨這邊 勝算比較大 那執政黨是已經兵敗如山倒 就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我覺得他安那個現在的黃教安 代總統 雖然他民調是排第二 但是因為執政黨已經分崩離析了 執政黨已經分成反普派跟挺普派 那挺普派已經成為極小眾 那黃教安就是這個挺普派裡面的一個人 那他如果敢出來選的話 那可能就是說 OK 我的目的是為了凝聚 這個挺普派這個鞏固這個基礎 但是他會選得很難看 我覺得他如果聰明的話 他可能會棄權 非常謝謝資韓文化協會執行長 朱立希 朱老師 帶給我們第一手專業的 韓國未來政局發展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談談棒球 我們臺灣人的國球 這幾年感覺這樣 綠綠綠綠綠綠綠 可是其實如果你有看上個禮拜 不管是禮拜三或禮拜四 臺灣隊或叫中華隊的表現 其實還不錯 但是呢三場全書公假鍋貼 真的可以怪臺灣的棒鞋嗎 我們來看看 第一輪賽事三戰結束 中華隊本屆經典賽無緣晉級 許多球迷惋惜之餘 批評這次的表現不佳 都是因為中華棒鞋 及中職的角力 事實上這屆經典賽在籌組階段 中職就希望能得到祖訓的主導權 但並未如願 最後決定不參與祖訓及後勤支援 Lamigo桃園隊隨後也宣布拒絕參賽 今年賽戰力從此大打折扣 整個協調過程 我們覺得體育署是沒有盡到一個 把握時間或者是充分協調的責任 因為不管是棒鞋或聯盟 都不是公家機關 我們都不是拿工不能的薪水的 我們其實沒有這個義務 要完全配合公家單位的指示辦理 棒鞋和中職對於祖訓賽事的意見不同調 早在2009年的經典賽籌備階段 就結下梁子 當時的Lamigo熊及辛農牛 就以不受到尊重為由 拒絕支援經典賽 2013年 在時任中職聯盟會長的黃震台爭取之下 改由中職主導組訓 當時兼任棒鞋理事長的立委廖正瑾 還曾為此拍桌怒嗆 時任體委會主委戴霞琳 如何解決國際棒球賽事分工的問題 棒鞋提出或許可參考日本模式 將國家隊公司化 讓中職球團和棒鞋 在公司裡都有代表 但Lamigo桃園領隊劉介廷認為 現階段沒有公司化的急迫性 只要體育署落實國際賽分級 一級賽事讓棒鞋放手 由中職主導即可 是不是真的叫做經典賽的經典內鬥 內鬥對內行 還是說呢 真的我們叫做成敗論英雄 其實我們台灣隊這次都打贏 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 是這樣子嗎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檢討一下 現在歡迎這一次退出經典賽 說打死都不參加的 Lamigo桃園總經理劉介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體育主播 前攝前定演 主持人大家好 叫做成敗論英雄 如果今天台灣隊中華隊打贏了 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 當然那就船過水無痕了嗎 船過水無痕 當然一定是這樣子 那不過換一個角度就是打輸了 才會把問題凸顯出來 那是必然的 那這是一個問題嗎 棒鞋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 不然的話今天 流行人就不會在現場了 不是嗎 棒鞋的問題 當然在於長期以來 國內的棒球資源 可以說是被棒鞋 完全的一手給把持了 各位如果喜愛棒球的朋友 一定記得從01年的世界 棒球賽在台灣舉行 一直到上一屆的經典賽 亞洲區的資格賽 亞洲區的玉賽 有一組在台灣舉行 那個熱潮 這十幾年來 曾經讓多少的棒球朋友們感動 流淚興奮不已 熱血沸騰 棒鞋當然看到了就是多大的一個商機 在這裡 鞋跟鞋永遠都是造成鬥爭 互相或者說互鬥的一個最重要的跟節點 各位 這個隊從組成 從十二月份組訓開始 他幾乎就是媒體的寵兒了 是 一直到正式的比賽上個禮拜 在韓國 你想想看 在台灣有多少的媒體 不管是電子的平面的網路的 有多少的媒體在韓國的現場 因為多少台灣人關心這件事情 那這是鞋 過去在台灣舉辦的時候 不管是八搶三的資格賽 或者是亞洲區的比賽 或者是過去的世界盃 只要是高水準的棒球賽是在台灣舉行 不管是在洲際棒球場也好 或者是在臺北的天母球場也好 或者是在新中球場也好 那絕對是中華隊的出賽 一定是場場客滿的 我們曾經在現場播過很多的這種比賽 你播到那嗓子都快要喊啞了 可是問題是長期以來 這個資源就是被一個協會給壟斷 那就叫棒球協會 那你能怎麼辦 你能怎麼辦 你告訴我 不過我 我有點不是很理解 或是說對棒協來講也可能會叫去 就是說棒協的角色跟功能 我們就是要去組成一個中華隊去參加國際賽事 這是我們的體育署賦予他的責任 所以給他相對應的資源 怎麼會變成說被批評是壟斷這樣子事情呢 你不要忘記了 在某種程度是辦官方的屬性的呢 對 您可以這麼說 主隊他是對外的唯一涉外的窗口 沒有錯 這絕對沒有人會去懷疑他 因為他是屬於國際棒球總會下面 所屬的在中華民國的一個分會的組織 所以你的所有的涉外的事務 尤其在國際賽的涉外事務上 一定是由棒協來負責做對外的窗口跟聯繫 但是在重大的比賽 不管是奧運會也好 不管是經典賽也好 棒球這個項目長期以來 你所徵調的全部都是職業球員 國內有一個叫做職業棒球聯盟 叫中職 是 那麼既然這些球員的來源 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臺灣的職棒球員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插手主訓的工作 你沒有比這些球隊的人員 更瞭解這些職業球員 那既然是以職業球員作為打國際 重大比賽的主要的成員的來源的話 你棒協插什麼手呢 你插手的原因只是司馬昭之心 你只是把你的內心世界裡面想要的那塊民跟利 鋪陳在大家的面前而已 OK 我完全瞭解你的意思 棒協其實他還是可以去做報名 當然啊 但你不要說外行管內行 他也不是外行 而是說這是別人的事情 你把你把主訓的工作就交給 交給中職來做就好 不過我們等一下也會扣號給棒協的秘書長 林忠誠林秘書長 因為他是某種當事人 當事協會 一定會請他做一些回應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總經理 是 他說 這次如果去打經典賽 可能我們表現會更好 為什麼當初你們堅持打死不參加經典賽 我想我們現在在這邊談 我們不要去論成敗 因為這個東西 運動比賽本來就有輸有贏 不是說誰來主訓或是誰當總教練 或是哪個選手一定可以保證贏的 保證贏的 今天中職來主訓也沒有說一定保證贏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不要去討論 這個都是事後諸葛 但是我們去討論的是這個 剛剛前者提到就是說 那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以及這個不公跟不義的問題 今天就是呼應前者講的 如果說是一個國際賽 在臺灣舉辦的時候 那這個人員是來自於中華職棒的選手 那要在總要一個場地可以比賽嘛 那那個場地可能是新莊 可能是桃園國際棒球場 那如果是遇到這個 像我們這個桃園有任養的球場的時候 那這樣子棒協他就會再去找市政府 或者是縣政府要求進行一個公益時段 免費的使用 但是這個場地是長期有民間企業在這邊 投資任養花費 然後這些球員是長期民間企業 在經營職棒的所養的這些球員 然後每個月付薪水 那這些東西都無償 被這個棒球協會拿去做使用 然後變成說我們要去擔負的一個球員 可能會受傷的一個風險 而且辦這個比賽 還可以在一首項地方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要補助 收門票 電視轉播權力金 廣告贊助 那不要說外界會講說 這個大家都只是在爭這個權奪這個利 這個 那事實上場地 難道就應該照這個邏輯場地 難道應該就被無償使用嗎 選手難道職業球團去擔負這個風險 就是應該的嗎 就是說這些權力跟義務 又有人真的去在乎過 大家只是去討論就是說 我們要組一個最強隊伍 大家根本不管說 這個隊伍是怎麼籌組起來的 到底是誰吃虧了 到底是對誰不公平 這長期以來也不是說今天才這樣 這已經是十幾二十年的問題 我們曾經球隊在二零零八年 北京奧運那時候是有洪義中帶隊 我們曾經球隊曾經也是掏心掏肺 全力去支持國家隊啊 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洪義中擔任總教練 在技中 那個時候洪義中放下手邊的工作 就是說他的球技技賽不打 他被棒鞋賦予一個任務 叫做去美國去觀察我們的旅外選手 那那個時候剛好我在美國念書 所以我有參與到其中在美東的這一段 結果不是到了美國 也各個方面也都沒有安排好 說要看這個選手先發 瞭解他的狀況 結果他已經昨天投完了 最後我們只能在美東跟曾崧瑋吃Apple B 那所以說這次說 當然因為我沒有參與到這次的主訓 情收等等 但是會有這樣子的批評 其實我們不是很意外啦 因為協會一直所謂業餘嘛 業餘做事情當然是用業餘的方式 職業棒球做事情才是用職業的方式 我聽起來很多是溝通的問題 你不管說場地的費用的問題啦 甚至之前傳出來 不是溝通的問題 今天是因為大家 這個已經開始檢討了 已經發生這麼多事情了 然後呢 棒球協會才會把姿態壓得這麼低 好像說要用你們的版本也可以 然後都可以溝通 在這個事情事發事情 不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東西 今天也有人去找出這個 這個當初這個這個廖委員的 這個質詢的畫面 他們在前面都是這樣子 一路這樣咄咄逼人 那好吧 我們球團也想說 那這樣子既然是這樣 這個本來就應該是職業做事情 我們就讓給 這個 不要講不要講讓 我們就那就給你嘛 那我們就不要 那是不是可以就 不要再要求我們去強人所難 去出這些資源 實在是這個是 對我們來講是沒有這樣子的道理 不過剛剛您談到 除了場地啊 或是相關的費用的部分 你談到一個很重要是說 球員可能會受傷這件事 我還是想請教一下總經理 為什麼你認為說 中職把球員借給棒血 或是借去代表國家去打球 會有受傷的風險 而這個風險 就比由中職來去做 不管是主訓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風險就來得高很多呢 那個主持人我先呼應一下 你剛開始提到就是說 棒血他不是一個非半官方的組織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就像中華職棒 他也是一個民間組織 跟乙鞋啊 藍鞋 其實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民間組織嘛 沒有錯 今天不是說誰主訓 誰就不會受傷 今天棒血主訓就會受傷 中職主訓就不會受傷 當然不是 二零一三年以前 是沒有這個保險制度的 保險制度是在 因為二零一一三年WBC 好不容易由於第一次由中職 在黃前會長的這個努力之下 由中職進行這個 選訓 賽還是棒血 我不知道你們了不了解 選訓就選拔 是訓練跟比賽 選拔跟訓練 都是最苦的才是 是 就是花錢的嘛 是 賽才是 有剛剛我提到那些門票收益 等等等 等於中職去把這些東西 去花把這些苦才是挑來做 沒關係嘛 第一次嘛這樣子 然後就建立了這些的這個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保險制度 然後黃前會長他去募款 然後發給球員這個出賽費 是 以及提高的我們後勤補給 選手 他就是可以在一個高枕無優的情況 他不用自己拉 拉行李箱 後面後勤的部隊都幫他完成 這個都是在上次中華職棒 去主導的時候完成的 那這一次反而退回 反而是更退步了 就是說 反而是這個變成是 棒血把這整個拿回去做 那拿回去做 當然 我是看新聞說 這一次體育署 整個補助了 將近四五千萬 這個是有史以來 最高的金額嘛 從去年十二月十五號到 這個這個三月三月初 將近為期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就強調 為什麼要讓職業來做 因為我們是Pro的 職業不會降到 做事情 十二月份是選手本身 就應該要休息的時候 一般職業球員的春訓 都是在一月中下旬才開始 像日本韓國職棒 他們更是從二月一號規定 二月一號以前 不准進行球隊訓練 二月一號之後才能開始 你想想看 你把休息的時間拿來工作 那你的工作品質會好嗎 這些選手 他在還要他現在只是開始 他還要面臨三月到十月 甚至十一月這麼長的賽季 請問一下這些選手 他是不是暴露在一個很大的受傷 跟疲累的風險之下 以上對棒協有非常多的一些指責 然後我們透過電話連線 給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秘書長 林中成 林秘書長 我先請教一下秘書長 就是現在各界都對棒協有很多的指責的聲音 包括說呢 跟終止長期之間的恩怨 也包括說剛剛我們LAMIGO的總經理劉借庭 他也談到說 不管之前的像是那個場地費用的問題 或者是之前那個球員的選拔 訓練 該讓人家休息 結果你拿去主訓 或者是說該給的不給 不該給的又一直給這些東西 您的看法呢 秘書長 主持人好 兩位棒球界的好朋友好 那麼我們當然了解這兩位來賓 他所謂談的所有內容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這中間太多太多的誤解了 我們真希望有個機會 我們好好跟劉領隊 他是一個年輕的一個才俊 他對於棒球進行 他獨得一套 大家都承認 所以我想有機會 我可以跟他說明 他手上手提的疑慮 但是因為太多 他提問題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一回復了 我想有機會 我一定很樂意跟他面對面 去把這問題說明 他最大的指責就是說 棒球協會不尊重專業 我們棒球協會 怎麼可能不尊重專業 沒有 絕對沒這回事 我剛剛講 有很多的誤解 然後有很多的 以而傳而的說法 協會是跟 就陳如領隊講的 他是人民團體 棒球協會 是為了要服務所有的球員 教練 然後打造一個平臺 讓我們的球員 能夠上面來表現 這是我們的工作 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工作 對不對 我們協會 平常最主要就是 訓練更多球員 讓他們能夠進入國家隊 甚至進入職棒聯盟 去完成他們的 所謂的一個美夢 對不對 就像我們培養的 像王博庸這樣的 然後他今天進入了這個 Lamigo 他成為這個亞洲 非常出名的打擊球員 我們在培養者的角度看 我們覺得非常欣慰 我們也是也必須要培養 更多更多球員 讓他們進入職棒 能夠為國燈光 不過那個 律師長 我可能打岔一下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 比較具體談到 剛剛總經理有談到說 譬如說 經典賽為例好了 這中間就牽涉到組 就是如何組成我們的中華隊 那像這一次總教練是誰 其實之前也吵翻天嘛 再來就是訓 如何去做訓練的部分 再來就是賽 主訓賽 棒鞋是否還是認為所有的主導權 應該是由棒鞋而非終止 感謝這個機會 讓我們說明 主訓賽三個區塊 在剛才有提到世界十二強衝 已經達成一個共識 在那時候體育署主導下 來協調一下達成一個共識 比如雙方派出這個技術性的委員 去選出國家隊的教練跟球員 訓練交給中華職棒 他們用專業角度去訓練 然後賽交給棒鞋 帶他們去參賽 所謂主訓賽就是這個 就在世界十二強 就用這個模式 那剛剛劉領隊有提到說 這個模式是很棒的 那所以這一次經典賽 我們也希望沿用這個模式 體育署也召開三方會議 也達成這個共識 要沿用這個模式 那只是後來中華職棒認為說 他們這個三個區塊 他們要自己來處理 叫一條龍 那這就是有一點違反 當時開會 所謂三方會議的決定 那決定當然就沒辦法改變了 因為已經通過了 也報導他們 教育部區都通過了 所以就沒辦法改變 沒辦法改變 當然中止跟南米國退出嘛 所以我們就只好全部收回來自己做 這是時期 這都是有會議記錄可以看的 前所一開始有談到說棒鞋 長期以來 其實就幾十年來 一直所謂的一個團體壟斷 所有的棒球資源 包括所有的決策權 全部都是由棒鞋所壟斷 我希望不要用壟斷兩個字 就像藍協 足協 田徑協會 所有國家隊本來就是各協會的工作 他們這個協會在成立的時候 就他的工作業務就有這一個了 包括他跟國際總會的 國際奧會的窗口也是這一個啊 這是本來協會的工作啊 這不是棒鞋 藍協 足協都一樣啊 是 不過因為 我們要去爭的 這本來就是這個協會成立的目的吧 民事長之前我們也討論過 單向體育協會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爭議啦 但是這個問題是在 不管是棒球或籃球 可能會更加複雜 因為我們有直籃 有直棒 特別是不管是經典賽 或其他的國家賽事的時候呢 幾乎都得去徵召職業的選手 去參加比賽 在未來你們棒鞋跟中職的合作 會有一個新的合作模式嗎 好 再經過世界十二強 再經過這一次兩次經典賽後 協會完全可以感受到 確實這種頂級的國際賽事 需要有一個專業的單位 專業的人力跟專業的資金 來培養這個 來訓練這個國家隊 去參加這個頂級的國際賽事 所以協會才會想說 是不是我們應該主動提出一個 所謂一個國家隊的一個公司化 讓專業的人來經營這個頂級賽事 中華隊 是 連下之意說棒球也無意再繼續 所謂的被批評一直在壟斷 就是要把這個權力讓出去了 我們覺得這確實需要一些專業的人力 跟資金來做 OK 非常謝謝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秘書長 林中成林秘書長 跟我們做這樣子一個連線 非常謝謝秘書長 不過前次我再請教你 剛剛秘書長談得很清楚 其實這幾天的新聞 曾經叫做國家隊的公司 就是用透過民間的公司法人 來去解決以前中職跟棒協會 差 差幾十年 差到沒辦法 可行嗎 公司化 過去中華職棒就有中職公司 就有職棒公司 那這個職棒公司 為什麼現在收掉了 那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所謂的未來的職棒公司 或者是棒球公司 或者是把這個東西 變成公司化的經營概念的話 是放在棒鞋底下的話 那棒鞋不是還是贏武者嗎 這有什麼差別呢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他只是退軍幕後 他沒有退軍幕後 他那隻手還是在的呀 他當然對於棒鞋成立的目的 當然是對於國家棒球人才的培育 沒有問題 是 學生棒球 是 所有的對外的國際棒球賽事 從少棒 青少棒到成棒 甚至到高中的棒球 這都是棒鞋該去做的 IBA的 或者是小馬聯盟的 可是問題是職業棒球 這一塊 我不懂為什麼棒鞋 非得要去插手這一塊 我就真的是完全不太能夠理解 日本他成立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我們先去了解一下 日本成立這個公司 他是放在哪一個架構底下 那日本他為什麼可以成立這個公司 你仔細去想想 日本從成立這個公司之後 幾乎所有的大型賽事 不管是十二強賽 或者是 因為日本職棒 只參加三種比賽 過去是只有兩種 就是十二強賽 經典賽跟奧運會 後來奧運會在零八年停止之後 一直到到下一屆 東京辦奧運會的時候 他又會成為正式的比賽項目 這是很清楚的 日本的職業職業隊 只支援這三個項目 只支援這三個項目 那在這幾個比賽都會有日本的場地 記不記得 日本一定都是十二強賽的主辦場地之一 經典賽亞洲區的主辦場地之一 奧運會當然更是二零二零年 東京奧運會 他是主辦的國家 所以他需要有這樣的一個公司 來去從事於這些東西的規劃 那臺灣呢 臺灣有這樣的需要 那大家就成立 如果你認為有這樣的需要 臺灣不會每一次都能夠爭取到主辦權的 像今年的經典賽 就被韓國拿走了 不是嗎 所以你成立這樣的公司 你用國家的預算去貼補嗎 還是你要用誰的預算去做呢 過去中職有這樣的公司的時候 他是用自己的錢 那是中華職棒的錢 中華職棒公司的錢 他自己用他的盈餘去成立這樣的公司 都撐不起來 這是一筆什麼樣的投資我不知道 如果這是由國家的預算來編列的話 國家的預算去做這樣的一個私人公司的事情 合適嗎 不 我再釐清問題 就是說以後還是要參加經典賽 以後我們還是要打棒球 就算我們這次三場都輸 我們還是認為棒球是國球 所以你基本上職棒這一塊 你給職業去做就好了 經典賽讓中職來去弄嗎 我個人是這樣傾向 我們提到公司就是說 之所以要成立公司 公司就是以營利為目的 那大家講公司其實就是因為是Samurai Japan 就是日本武士這公司 那日本武士的公司 他是從U12 就是所謂的國小到U23 就是所謂的城棒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城棒 他都是由NPB這間公司來負責 那這間公司的組成 他是十二支球團 各出資五百萬日圓 再加上NPB 就日本職棒出資三千萬日圓 總共九千萬日圓去組成這公司 他還是職業自己的事情 只是說他我們職業 他就成立公司 然後可以方便行銷 然後去整合從國小到國中到大人 甚至到最頂級的賽事 這是他們成立的目的 那其實我是覺得這樣 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官僚 都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說遇到一個問題 然後就會想辦法去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來掩蓋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說有這麼多的所謂的部會啊 專案小組啊什麼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經由正常的程序 就把它去解決 這個體發會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個體發會去成立了 然後說要改善體育什麼 然後找了兩個棒協的常務理事 擔任體發會的委員 請問台灣的體育有變得更好嗎 不過我還是聽不懂 所以你們兩個建議是說 那以後不管是參加經典賽 或其他的國際賽事 不是 由體育署自己抓回來 不是 不是 我還講一半就是說 其實棒球振興計畫裡面一直提到 就是所謂的落實分級制度 是 分級制度 是制度就會有分成一級二級三級 我先提二級跟三級 二級跟三級就是多讓一些年輕的選手 比如說是一些什麼哈聯盃 港口盃 洲際盃 什麼亞洲盃 一些U21 U23 這些比較四級的賽事 你應該多讓年輕的選手去參與 但是過去不是 過去是可能是民族自信心作祟吧 過去是反正只要有國際比賽 我就要精銳進出 我每次都要拿冠軍 然後每次都要把比賽拉來台灣辦 台灣的國際賽 大概是全世界 大概是密度 我看應該是密度 是最高的比賽 那是這個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沒有 民族自信心 不需要這麼脆弱嘛 就是說可以 可以分級 然後去培養這些年輕的選手 那真正回歸到一級的賽事 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講到就是說 奧運 WBC 12強 P12 就只有三個而已 沒有了 或者是說他的資格賽 下一季我們要從資格賽開始打 其實有這三個 一級賽事 一級賽事 你就是會用到全台灣最好 或者是旅外最好的球員嗎 是 那中華職棒的選手 又是佔大多數 是二十八個 又是佔二十幾個以上 那李當 李英 本來就應該由中華職棒來負責 這個賽事 這個我實在是 因為這些選手 都是他們的資產 他們才會去最care他的選手 最保護他的選手 球員受傷的天大地大事 所以剛剛講到說那個 那個十二月開始的訓練 你知道這是多長的一個集訓階段 這是完全是業餘的概念 我講一個 一個就是說一個一個 就是說一個心態啦 沒有錯 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那難道你主訓就不會受傷嗎 講白點 我主訓 我受傷 我也比較開心感恩啊 這不是不是這樣 而且我會叫做錯事 不是 你把你塞車 你自己拿到 跟別人借你的車 別人你拿到 哪一個你比較開心 都不開心啦 是都不開心 沒錯 但是哪一個你比較感恩 真的我知道 道理很簡單 我自己的車 我自己拿到 平衡一摸一摸 就算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所以說 那從你這個說法 那會不會是中植太本位心態呢 怎麼樣 你所謂本位心態是什麼 我們就是鄉人衛國啊 對不對 不是啊 就是說這個東西 因為一直以來就是說 我們中植不一樣 是我們經歷過這麼多 以前六隊 現在四隊 然後有的公司是新的 有的公司是舊的 大家對這事情 其實並沒有辦法一次 就那麼深入的了解 那你像我們 我們本身從二零零三年開始 我們在這行業已經十幾年了 那我們從很支持到不支持 到完全不支持 到支持又不支持 就已經很多次 所以我們很了解這些的過程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利用這個機會 如果可以的話 誰不想要代表國家 誰不想要包含球團在內 誰不想要代表國家去把這個比賽打得精彩 那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這樣做 這個問題他只會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不斷的發生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之前 當然有很多的 所謂的那種恩怨情仇 臥傻 大家出來了出去了 馬來馬去 我們來看看 LAMIGO桃園董事長劉寶佑 他說呢 球團包括職業球隊 內部都被棒球 棒鞋把持 職業球團面對棒鞋 毫無爭取能力 體發會 體育署棒鞋 都是他們的人 那棒鞋那麼愛搶主導 就讓他拿走 以後都不要用我的車 都不要用我的球員 然後呢棒鞋理事長廖正錦 說沒什麼沒什麼 代表權是在體育署主導下去做協商 體育署是很公正的 所有都是由總教練來決定 棒鞋完全都是署長怎麼說 他就怎麼做 棒鞋平常都是照顧基礎的棒球 最後成果卻是中職職棒來吸收 這是國家發展棒球的一條線的生態 希望職棒球團不要忽略這一點 任何國際賽都希望要有職棒參加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些爭議 LAMIGO桃園董事長劉寶佑 他說國家級賽事的這個總教練 從高雄到臺 應該是臺中還是臺北開會 結果說不可以補客人車 只可以坐馬數 二零一零年經典賽的時候 棒鞋找桃園市政府 要求免費用桃園球場 然後收費卻捐給桃園市政府 結果市政府補助給棒鞋 因為棒鞋一千就不出 但是棒鞋秘書長說八九年前的事情 不要再說了 當初是五次也許是疏失 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以前說只可以坐經濟艙 出國伙食也不太好 可是呢現在就不是這樣 已經都改善 那是之前盤骨開天的事 就不要再說了 然後這一次像是選手教練 防護員管理呢 也都是中職來處理 不過之前當然可能 大家有很多不滿 前所我再請教你 所以現在要解決問題 不外乎幾個嘛 現在在網路上發起 有人就很激烈說要解散棒鞋 但是其實在二十五號的那個遊行 是要所謂的棒鞋改組 言下之意是棒鞋的問題 另外一個呢 剛剛總經理談到說 其實也不必然是棒鞋的問題 也就是說只要一級賽事 剛剛提到那個 包括奧運WBC 這個讓職棒來做 你認為解放是什麼 鐵打了衙門流血的關 那這個衙門呢 我不敢說他是放鞋 但是呢這些在職務上的人呢 如果不能夠改變他的腦袋的話 就是一級賽事 你不願意放鞋的話 我相信這個周而復始的情況 球迷心中的那種憤怒 會不斷的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引營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它不是一個廢棄的鹽田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私地生態環境 當政府加速推展再生能源 加南沿海大片鹽田 成為開發目標 如果說你因為綠能 而去影響到其他的 比如說生態系 或者是環境的話 我覺得有點得不償失 候鳥的渡東天堂 命運將何去何從 今晚十點公視我們的檔播出 綠能的選擇題 這件事情現在情況 都有點不利了 那個學務主任 早就該斷然處理了校長 這種事情 不能假裝沒有看到 救手旁觀 那那個 被騷擾的女學生 叫什麼名字 鍾雅馨 她在想幹嘛 最近陳竹日 一直在走說真的 沒錯 這個妳不要擔心 她下個月就不會出現 學會實況演出 出色介紹詳細曲目 公視網路商城 憲政熱買中 以上賽事 感謝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電信 HTC 中國信託 台灣中油 公視與您分享精彩賽事 書籤 父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